漢堡麵包 太陽蛋 肉排 下層居然鋪了一層青醬燉飯 店家獨創的創意口味 完整的漢堡就直接放在燉飯上 每次漢堡配義式的燉飯 我覺得它搭配起來 就是顯得它青醬味道特別的香 對 然後又可以吃出那個漢堡肉 那種多汁的感覺 真的還滿好吃 我以為是分開放的 還滿合的 而且它的肉超大塊 對 對 對 切起來的時候那個蛋黃流下來 我覺得厲害 厚實的牛肉排先煎後烤 加上起司與炒過的洋蔥 肉質香甜 搭配青醬口味的燉飯 不僅互相不搶戲 反而意外融洽 滋味加成 用青醬最不會去搶掉 食材味道的燉飯 去搭配它 吃這個飯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有堅果類的香氣 然後有羅勒的香氣 然後再來是蒜味 蒜的香氣 有些東西會解掉它的油膩感 那也有些東西是增加這道燉飯的層次 它會一層一層去堆疊 炸鹹酥雞九層塔 另類的創意口味 結合台式的鹹酥雞燉飯 是老闆突發奇想的節奏 外酥內多汁 肉汁在嘴裡爆發 搭配加了檸檬汁的燉飯 檸檬清香在第一口沖出來 中和炸物的油膩 多重口感 雙重享受 搭在一起頗為合拍 視覺味覺 全新體驗 我本來以為會可能有點怪怪 可是其實還蠻好吃 而且還蠻搭的 裡面有一點就是檸檬的香味 然後搭起來的話我覺得 就是還蠻簡 你不會就是單純吃鹹酥雞 就是很油的感覺 從頭到尾都自己切 自己醃 所以這是雞腿肉 然後我們用雞腿肉下去炸 檸檬皮跟檸檬汁 對 它主要是把那個香氣 帶到飯裡面 倒入滷汁 在麵糰黑白切才會出現的豬舌 就這麼一大塊霸氣和飯下去燉煮 豬舌事先用黑麥汁 和獨門辛香料滷過 入味軟嫩 沾著松露入口 吃過絕對會時不時懷念的滋味 我本來以為那個豬舌會切成小塊 然後放在燉飯裡面這樣吃 結果不是 老闆直接把整個豬舌放在上面 我覺得非常特別 這完全沒有腥味 而且我剛剛吃那個豬舌配那個松露 我覺得那個味道非常大 這道菜非常費工 它到完整處理好豬舌的話 大概你前置作業就要半天的時間 然後我們會加上醬油 醬油 然後用黑麥汁 黑麥汁取代糖 然後跟我們的香料 然後下去跟豬舌一起去滷過 用燉豬舌的高湯 下去煨它那個燉飯 這個燉飯有點台式 但是吃起來你又可以感受到麥的味道 麥了十年 依舊是招牌的經典大白蝦松露燉飯 一字排開氣勢非凡 鮮紅油兩色澤 香煎熟度恰到好處 貼心去貝殼 一入口就能感受到大海的鹹香 燉飯帶著蒜頭 奶油 與時不時撲筆而來的松露香 我的燉飯裡面都會有加蔬菜 可是只有它不加 蔬菜會出水 然後它可能會影響它的味道 松露的味道 所以我就不要加蔬菜 結合台式美式的創意燉飯 十多年來店家堅持使用台灣米 除了有像義大利粒粒分明 測到米辛外 更多了一種黏雅的口感 我想要追求的是 我們台灣米的黏性 先吃飯 你品嘗到飯的原味 然後我們每一道飯的味道都不一樣 你再去搭配主食 然後我們的主食都是非常有層次的 所以吃起來的話 你再結合 真的會讓你有 意想不到的另外一個口味出現 以台式米做出義大利燉飯 再創意結合台灣小吃 老闆將燉飯煮出無限想像 吃進的每一口都充滿驚喜 記者黃永霖從打台北報導